說一下疫情 北風一轉 說一下疫情 因為挺開心的 話說你對尼哥傑慢有什麼印象 尼哥傑慢 昨天的樣子 神經病 沙浪史東 差很遠 所以我印象就是很模糊 尼哥傑慢 尼哥傑慢 最有印象當然是《蝙蝠俠》 這已經是他比較初期 剛出的《蝙蝠俠》 是 天堡頓拍的 他是做貓女 是不是做貓女 他做記者 我記得毛骨 另外他有一部電影我很喜歡 那部電影叫《不速之客》 是一部鬼片 那部鬼片也是很精彩 那部鬼片也是很精彩 我們剛才不是有提到的 譬如鬼片 恐怖片 有什麼聲音效果嚇你 甚至乎你看得多 其實你大概也猜到差不多 那隻鬼應該突然出現 然後他就會配一些很高音 很尖刺耳的音樂 鏡嚇你不到 但不是 不速之客這部電影很厲害 不速之客這部電影很厲害 話說他家裡有兩個兒子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有些印象 兩個孩子都說 這房子有鬼 媽媽說不可以打開窗簾 晚上睡覺的時候 後來弟弟不聽話 鏡頭沒有移動 20年前的電影 拍著房間的窗簾 看到弟弟走過去 就拉開窗簾 然後就回班 然後他姐姐就說 No 他說媽媽說不可以打開窗簾 然後他不聽話就打開 嘶 然後他就回到床 然後就聽到腳步聲 腳步聲 嘶 那窗簾關了 嘩 那場戲我嚇到 嚇到 嚇到 我那天我在戲院看 我差點飆了 那場戲 因為你猜不到 因為那場戲還未開始入局 很開頭 那小孩拉開窗簾 然後腳步聲 嘶 嘩 真是嚇到你 那場戲 然後尼哥傑慢 我對他的戲沒有印象 你有沒有看到 他有沒有拍過什麼戲 你有印象 我找到了 影視作品 我想找一些近期的 太遠的可能 太遠 近期的就是水行俠 我沒有看 他就飾演過男主角的老母 是啊 近期的就是水行俠 我很多都不認識 很多都不認識 我很多都不認識 九十年代他應該是最韓的時候 最韓的時候 因為這些是台灣譯名 可能未必認得 奧大利亞 澳大利亞 我認識這部電影 澳大利亞 就是我認識這部電影 澳大利亞 很多台灣譯名 真的不認得 那就算了 不要緊 但是 我就懷疑邱騰華 他又很喜歡 一定是他的粉絲 話說 尼哥傑敏 就來香港拍戲 因為近年 很多西片都來香港取景 呃 呃 呃 這部電影好看 大開眼界 大開眼界 他有裸露鏡頭 大開眼界裏面有 他跟湯哥老師的藏器 好 這樣 呃 很多 荷里活電影都會來香港 裸景 是 包括你就算你講到 十年前的 Batman 即是 Christopher Rowland那一部 都有 無情百事都要來香港 對 IFC跳下去 對 這樣 呃 之前 在IFC還未起好的時候 嗯 都有一部電影來香港取景 就是 呃 好像是杜姆者羅拉 嗯 我忘記了哪一集了 有任答華的那一集 嗯 是啊 那一集有任答華 他也是在那裡飛下來 但他就穿那些 即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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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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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來說 香港這個地方 都適合我們來郵輪 哈哈 我們破壞 我們破壞 這麼多大廈 拆起來一定很精彩 你放心 法治 那些 就交給你們 共產黨破壞 這建築物 就是我們 我們有很多怪獸 可以來幫忙 硬件我們來 但這又真 真的 這麼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 全世界 這麼密密麻麻 香港 守衛一指 是啊 幸好香港沒有 鹹蛋超人 也不知道怎樣拍 是啊 你去去去都是維港一半 不是啊 我怕他踩壞紅髓大膠 哈哈 以拆彈專家的邏輯 就算犧牲自己的性命 也要保護 這條紅髓 神經病 但是要預先提交行程 至今都沒有發現違規 因為他就說 因為你不用檢疫 豁免了你隔離 因為你正常 你下機 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找一間酒店住回14天 21天 是啊 21天 越來越長 尼哥傑敏 他的片酬 我想和碧咸的波酬 應該不相伯仲 不知道 我猜 我真的不知道 這樣 你特特無情情 叫他困他21天 那我不來拍了 我覺得唯有是這樣 那我不來拍了 這個世界這麼大 你覺得你香港是一個地方嗎 但是邱騰華說 但我也很喜歡他 我也很喜歡他 而邱騰華也回應 有五位成員 因為工作需要 我們給了這個豁免 但給了這個豁免 不代表他可以 所謂通街走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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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又是 這些搬弄語言 應該是說法 我們現在介意 尼哥傑敏通街走嗎 絕對不介意 我恨不得他現在站在我旁邊 是的 是的 我們介意的不是他 豁免通街走 是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豁免他 不是的 你問我 是的 尼哥傑敏 OK OK 都老了 不要搞 即是 我唯有 一個這樣的評論 但是 不是的 我真正介意的 不是他 會不會通街走 神經病 他來拍戲 他來吃飯嗎 他來遊山換水嗎 大哥 還要來香港拍戲 你都預計了 時間會有幾天趕急 還要有時間 讓他逛街嗎 難道 吃魚蛋 不是的 沒有可能 你想也想到 對不對 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們來拍戲 你就可以豁免他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來香港做其他事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就要隔離21天 你講不通 那些專家 又是時候出現了 那些 許氏昌 許氏昌 對不起 按錯了 對了 何柏梁 他這樣說 豁免檢疫安排有一定風險 必須了解 隨行劇組人員來自那些國家 以及是否同樣獲豁免檢疫 再問他 本身再問他 有幾多個人 他就不回答 總之他就豁免了五個人 到最後就知道豁免了五個人 當然 這個通常都會是這樣 如果你來香港拍戲 你也是會找香港crew的 攝影機 方便 可能攝影師 那些 你可能都會找香港 每個人都賣 皮肺大 是呀 大哥 很貴的 我發出一個 攝影師出埠做事 很貴的 都可能會找香港 可能會由監製 這些一定是事前溝通好了 拍哪裏 要幾點到幾點 這些一定是列好 schedule 不是說 好了 來香港見聞 今晚我們去拍戲 我們拍什麼 我們拍女人街 好嗎 然後就走到女人街 沒有可能 當然是按照 schedule 但問題也是那樣 我們只是問一個問題 為何他可以豁免 之前你跟我說 什麼機場人員 那些 船員 那些 你說可以豁免 已經大家 令到大家一頭霧水 兼且引發了第四波的爆發 在你們的邏輯來說 因為船員 引發第四波的爆發 也是因為船員 你現在又豁免幾個外國人 來香港 你不就是覺得 你完全沒有吸收到教訓 但不是 可以 合乎一些邏輯的 就是什麼 你已經很放寬 現在 包括我們的限聚令 我們的必須要打針的安排 也不需要特意限聚令 你想想 你現在已經去到八月 今天是多少 二十三 二十三號 八月快結束了 你還未落到決定 究竟教師是否必須要打針才上學 你想想 你整個防疫的措施 都還那麼緊張 你就隨便豁免人進來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我不介意你放寬 我不介意你豁免 我不介意你豁免 你過結慢 但你不要在這個位置放寬之餘 其他就撿得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緊 你想想 那件事沒有邏輯 你想想 如果現在香港開始爆第六輪 每天都有幾百宗 每天都有百多二百宗 你收緊的話 我覺得合理 我按不願意也好 我覺得是你有理據去收緊 我唯有配合你 但是你想想 數回你過往一個多兩個月 是 本地確診幾個宗 一宗 還是兩宗 差不多 是 之前 剛剛疫症開始至中期的時候 一有回落的時候 你的措施都會放寬 本來關了戲院 之後因為你會和了 所以又開回卡拉OK 或者可能那時候又開回酒吧 之後隔了一年多 差不多接近兩年了 基本上 差不多清零 但是你的措施有沒有放寬到呢 完全沒有 為什麼不像剛剛開頭至中段 一數字一緩和的時候 你就會放寬一點 為什麼現在完全 只有看到收緊好像地鐵 可加可減機仔 只有加價 沒有減價 現在那些防疫措施 原來每次加價都跟你說 我是按照這個可加可減機仔 現在只有加防疫措施 沒有減到的 你想想隔離 剛才你也說了 隔離14天 現在不肯死了 21天 隔離21天 我也不知你 你的數據是怎樣拿出來的 為什麼之前是14天 為什麼現在是21天 我還很記得曾經有個女人 有個臭八婆 在鏡頭面對著你 為什麼限聚令是4人 沒有的 沒有科學邏輯的 對 然後我看到那些什麼立場 例如當這個post的立場 下面的留言 大家重點都錯了 全部都說 為什麼他可以豁免 其他那些就收到這麼緊 其實我也是一個 大家沒有跟到整個世界的方向走 我看Fuja Rock這樣看到 不是的 開放了 全部都玩得很開心 應超 場場爆滿 那些人不懶得戴口罩 是 如Bordy Johnson所說 真的與病毒共存 是 但是你英國 日本那邊 你說的確診數字 比香港少 一樣每天過萬單 一樣會有的 確診數字 一樣 但是當地不肯理了 理不了那麼多 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說什麼 那個武漢肺炎清零 其實是 現階段來說真的不可能 是 既然不可能的話 就跟病毒共存 就放寬所有事情 是 沒有辦法的 既然這個世界是 開始陸陸續放寬 為何政府不跟 政府不跟 只是不是 寬我們香港人 寬給外國人 對呀 有跟世界的步伐 但只是寬 只是寬 寬外國人 對我們香港人 依然是 抓到這麼懶惰 所以下面的留言 應該 討論的應該 是 要求政府 跟隨世界的步伐 全部寬 放寬所有的 防疫的 條例 現在還在說 你又搞呀搞呀 誰不搞這個 沒有意思 就說這些 所以有時候看到留言很生氣 還有 我記得我有一天去喝茶 去喝茶 我兩年沒有去喝茶 想想想 咦 我帶了兒子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五個人 我們 我們計算了兒子 五個人 怎麼搞呀 其實 即使我明知那件事 是多不合理 多不合理 小腦媽媽 我那時候都在焗筋 你那時候都在焗筋 你那時候都在焗筋 小腦媽媽 我 我就每天 除了打針 除了打針 我就不敢說你之外 我什麼東西都在焗筋 我跟著你抓 小腦媽媽 然後你一句話 你喜歡的 豁免吧 這五個 那明天呢 明天那幾個 又豁不豁免 豁免 然後可能 如果 黃馬足球隊來香港 豁不豁免 豁免 21天 21天 你叫黃馬 睡酒店21人 他真的在理你都在焗筋 你豁免 那你豁不豁免 又豁免 這次又有11個人 對球 怎麼搞呢 不能這樣 但我始終都覺得 沒有 垃圾政府也是這樣 所以更加看得出 他根本不想把所有的防疫措施 收回 我是這樣覺得 有人完全放棄了一些管治的權利 不敢動 你不出聲我不動 所以就是那些 哪裏是自己作主的 公務員心態就是 是啊 如果我放不放所有的事 突然間又爆發 不就要吵你 不就要入我數 是啊 所以 而且 我現在都覺得習慣了 習慣了 上面不給命 什麼東西都不動 你上面你給我命 你叫我拉誰 我立刻做 你叫我拉誰 要鎖誰 可以 我可以 立刻去 立刻搞 然後那些所有的事 你想想 在近幾年 你看得出 所有東西 都是人家作主的 他有出聲音嗎 說什麼 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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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知什麼 藍入基本法附件3 都說了 基本法附件3 就如垃圾 跟他一樣 什麼東西都可以丟進去 就是這樣 好了 之前說了這麼兇狠 然後問你們 這幫做官的人 好 贊成 當然要 為了國家 一定全力配合 好 接著 不玩 不過 不表決 收回 簡單說就是撤回 接著 跟你說 為了香港的利益 所以 他們就撤回 當初你就是為了香港的利益 而去搞這件事 到現在 你又為了香港的利益 而去撤回這件事 你真是指香港的利益是那些什麼 整幫納糞 納糞 唉 我覺得 我呢 就是 整天 有人說 他們現在 譬如當 國安法罵了之後 現在又 黑暴沒有了 希望香港的經濟 可以 搞好你的經濟 但是 你繼續保持抗疫措施的話 你經濟沒有可能好 我昨天經過旅行街 我很久沒有經過旅行街 我想現在他開檔的率 三分之一 就是沒有搭檔出來 整條旅行街 很刺激 這樣 你真是可以正正正式 看清楚 旅行街旁的那些 有什麼店 平時你見不到 裡面有什麼店 你現在看得很清楚 原來是這麼多東西吃的 旅行街兩邊 那不是 是 曾幾何時 都 我們 很久之前去過一次 兩邊都是沒有東西的 是 我們還吃了24塊餐 哦 那次 那次 那次又不同 那次的情況又不同 那次的情況又不同 但現在去街頭什麼 晚上 7點多8點 最黃金的時間 開檔只有三分之一 我已經說多了 我覺得直接擺檔 真的白擺 哪有人買的 哪有人買的 他做遊客生意 旅行街 專騙遊客 我不管他有沒有騙 至於他的生意 就是來自外國的 大部分都是 買假錶 那些海關永遠都捉不到 假撈啊 假手袋啊 房仔 真的假啦 房仔 是中國文化這麼博大精深 才跟你分享到A貨和B貨 香港那些全都叫做假貨 可不可以A貨和B貨都不夠 所以你說搞好經濟 沒有啦 算啦 算啦 不要緊 我對外國沒有損失 對外國沒有損失 對 你不可以離哥見盲 來拍 他最好來拍幾天 找幾齣戲來拍 學阿正從頭說 如果看到離哥見盲 那怎麼辦 難道報國安 難道報衛生署 我怕跟他自拍 還問他 為什麼不戴口罩 為什麼不用檢疫 還問這些 傻豬 來的